哈喽,大家好,我是一元,欢迎回来一元的实况频道今天我们继续万国觉醒 是不是觉得这次的设计,这次的摆设又有点不一样 我又开了一个新的账号咯,这个新的账号我开在1123那边 因为最近我招募嘛,我招募了,招募到了一些新的观众朋友过来1123玩 然后我的大号又在666那边打架,还是要招待一下我的观众朋友们啊,他们过来这边 哎呀,一元又不在,我们怎么样跟一元玩呢是不是,所以我就特地的开了一个新的账号 所以这个新的账号呢,就叫一元的奴才啊,我还有另外一个叫一元的奴隶 还有一个叫我嘛,一元的外劳啊 其实我是想挑战,就24小时里面我可以升到多少战力啊,不过我现在升到只有10万战力而已 不过呢,很厉害的是什么呢?我在24小时之内,其实已经完成了地图的搜索 OK,今天呢,我是要教你们看一下怎么去看这个地图哦 地图这个部分呢,其实你缩小之后,它旁边有的给你选择 你看你的左手边,还有的给你选联盟,探索,资源,书签,野人据点 OK,我们大部分用呢,都是用上面三个联盟,搜索跟资源,这三个会比较多 其他剩下两个呢,我们会用比较少一点 OK,首先我们先来看联盟,通常我们点进来呢,都是会看联盟比较多先 一进来都是看联盟哦,那个领土怎样跑,然后这个领地属于谁的 然后你要见棋子,你可以自己想一下你要在什么地方见你的棋子 再来我们看第二个,探索 探索呢,就是你去找那个山洞跟村庄 不过村庄呢,我在24小时里面已经完成了 我不确定啦,不过它这边写我的直线任务完成 总共我去探访了1500个村庄 我剩下黄色点呢,那些是山洞 我建议大家就是你如果要放你的侧后军出去的话呢 你选一个最远的地方 选一个最远的地方的话,从最远的开始探索 开始去探索每一个山洞 这样子跑回来的话,其实会比较快一点 不过如果你们要开地图迷雾的话呢 我觉得你们把那个侧后军派出去,你就不要给它回家 一直去找一直去找 所以就是为什么你前几天你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累,比较有热情,比较干一点就是这样子 可是你到后期你把地图开完之后呢 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然后那个地图的部分呢 我为什么会叫你们前面去开先 因为我们前期我们训练兵这些嘛 其实时间不会很长 就是说你大概10分钟到一个小时之内 你差不多就有一堆兵出来了 因为我们前期只能念一两百而已吧 一两百兵 所以如果你们有多余的时间的话呢 你们去先把迷雾开掉它 去找一些村庄去探访它们 去找山洞先 刚好这边呢 纪念碑其实有一个任务哦 有一个任务是要开你的迷雾的 完成王国所有迷雾的探索 其实它没有写的很详细 不过之前我们玩游戏的时候 我们两个有拿到这个奖励 可是有些已经把迷雾找完的队友 他们没有拿到奖励 所以我们猜测就说你不不只是要把迷雾给开完 你还要把那些村庄啊 还有那些山洞全部给探索完 它才算你把这个任务完成 因为这个我这个小号码 不过我大号那边呢 其实是已经完成了 我在1041的时候已经完成了 然后它这个村庄呢 你探访过后 它会给你一个王国地图哦 等一下我们开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这边总共有156个 原本应该多远呢 应该有160个左右 等一下我们才来开这个东西 资源的部分呢 其实你看那个颜色 越深的颜色代表它里面的资源越好 你看这些外面浅浅的啊 这些颜色浅浅的全部都是 可能一两等级啊 一二等级的 哇这个新的 这个新的验证奖励啊 我看到有一点眼睛花 有时候你点对了它还不给你过哦 然后你颜色越深 代表它的奖励越好 你看这个 这个深里面还有一个根深 如果我们到中间呢 你会看到这边 靠近失落的神庙 这边是最深的 这边的区块全部都是五六等级 所以你跑那些颜色越深的地方呢 它里面的资源点就越好 不过通常这些颜色深的地方呢 都是会有靠近一些神庙啊 或者是这些圣堂啊 所以很多人都靠近那边 再加上他们要拿符文的话呢 通常他们都会建在那边 不过我觉得啦 如果他们全部聚集在那边 等于就 其实资源点就少了很多嘛 与其你把你的家也建在那边呢 不如你建远一点的地方 更多资源点你跑去采集 就其实你是会比较花时间 你一直要上线啊 不过至少你可以保证 你可以拿去采集咯 好过你没有地方去采集 OK 这三个最重要的已经讲完了 因为我们平时看的话呢 是联盟搭配标记嘛 联盟搭配标记 你会看到有一点乱 所以如果你不要看得那么乱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按书签 你就可以看到 你的队友他们放什么标记在这里 你的盟主放什么标记 这样子看的话会更清晰 再来这个野人据点 其实没有什么用到啦 他这个你说啊 这边有一个野人 野人据点 这个是新更新的哦 不过我还没有介绍这个东西 这个其实也没有说非常难打 我这几个人你可以打赢 OK 这边支线任务 这个不要理他 OK 部落的朋友 1500个 领取部落村庄奖励 1500次 其实他这个 村庄里面有什么奖励呢 我给你们分享一下啊 知识之书 王国地图 资源 士兵 研究提升跟加速 研究提升是什么东西 其实我在玩这个新的账号的时候 我没有升过任何经济科技里面的研究 我没有升过任何一个 就是我探索的时候 他会顺便帮我把这个科技给提升 这个是我去搜索的时候呢 他自己跳出来 然后就说帮我把这个研究给升好 我觉得这个村庄里面探索呢 最好是这个奖励 我个人觉得因为你研究这个东西呢 你需要资源跟加速嘛 他两个都帮你补偿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 再来第二好的 我觉得是加速跟王国地图 我觉得这两个会比较好 所以如果你们前期呢 你们有这些经济科技还没有升的话 你先不要升先 你去升你的这边军事科技 你不要升这个 因为你去探索那村庄 他们会帮你提升的 如果你现在提升的话呢 等于就是你浪费你的时间 浪费你的时间加速 还有资源去升 然后他这边还有给你金钥匙 如果这个是支线任务 他才给你的金钥匙 所以我觉得呢 上次我教那个新手教学 其实是错的 你们应该先去探索那些迷雾 找村庄 找山洞 去找里面的东西 因为他里面有给你很多的加速资源 你拿来提升你自己的城市 这样子才是最好的 原来我们一直以来都误会了 所以现在我们来开一下 王国地图 如果我开156个 我算150个了 里面会有什么东西 OK我们来打开 哇哦里面全部是加速 我拿到156个5分钟加速 也好过没有啦 有加速 对不对 然后这边你山洞的话呢 山洞里面探索到的东西 有分一等级二等级三等级 不同的东西 我们看一下一等级 一等级的话呢 里面有体力药水 优秀统帅雕像 白银钥匙 王国地图 哎呀这边还有早早 哎呀我应该开了这边才来开那边 有VIP点数 宝石 猩猩 食物 资源 就还有一些知识书 二等级的话也是有给地图 大致上东西差不多 只是它的那个雕像不一样 就是说它三等级的话呢 它会给你紫色雕像 我们来看一下 三等级的 挖给金星星哦 不错啊 然后给你金钥匙 有金钥匙 有加速 看到没有 所以我现在我恍然大悟了 我们应该去找这个村庄 给它们拿一些奖励先啊 看到没有 这样你就可以拿到很多资源啊 拿到很多资源宝石 然后你就可以提升你自己的城堡啊 城市这边提升完哈 然后你可以去拿你的钥匙招募 招募一些新的统帅 其实我已经算升蛮快哦 我现在已经把它的VIP升到3 我要尽快把它升到VIP6哦 要永久 开锁那个第二的建筑部队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暂时介绍到这里咯 给你们知道王国地图里面有什么东西 然后开一个迷雾 呃 我觉得才是正确的做法啦 以其你拿去升你的宝石啊 升建筑什么什么 我觉得开村庄 然后有时间给你去提升慢慢练你的建筑等级 顺便把你的兵给训练好 我觉得这个做法才是最好的 不过每个人做法不一样啦 我这个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而已啦 所以今天影片就拍到这里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